周末点评,关闭孔子学院 星期四,国务卿蓬佩奥重申呢,在年底关闭在美国境内全部的孔子学院 所以呢,今天我来谈谈这个话题 当然呢,大部分网民呢,比较清楚 孔子学院呢,是中国那些官员 孩子们没啥本事,然后又想移民 这个给他们在美国呢,当个老师啊 算是高级人才,给他发比较高的工资 然后交比较多的税 然后呢,他们呢,就可以移民美国了 哎呦,这么一个好的地方 呃,当然呢,还能够给某一些人钱 那有就说,是这些红二代他们的亲戚朋友啊 美国没有钱,哎,找个理由啊 给他发发广告,去那上两天班也能够拿到一些钱 然后很多钱呢,可以从这个大陆他有钱 然后转到学校,然后再给他孩子发工资啊 发奖金啊 然后呢,帮他印点杂志,然后收点广告费 哎,这样呢,就把钱呢,合法的转成他合法的收入了 从大陆呢,就转出去了 大陆呢,可能贪污的钱 到了美国呢,就成了合法的收入 啊,他主要是呢,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啊 那对孩子们呢 呃,洗脑 但洗脑呢,确实呢,我看过啊 就是说,我那个小孩呢,倒不是去孔子学院 但是呢,是中国出版的书啊 就是,嗯,学那个中文 呃,去年暑假的时候学过 我看到里面,比如有这个大熊猫啊 什么长城啊,介绍这些东西 呃,有那个政治观点的什么东西到 我从头翻到尾,也没有发现 呃,但这个隐性的洗脑呢,也是 呃,很让人讨厌的啊 呃,比如说他介绍这个成龙啊 可能呢 很多小孩呢,那就喜欢看这个一些电影啊 有的人就觉得成龙不错,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啊 当然呢,这个到学校去呢,老师就是说这个 这个公立学校的老师呢,一般会给讲一下啊,说控制这个这个成龙这个人不打力啊 这个支持这个啊,这个支持这个港警啊,打压这个反送中的这个香港的市民啊,老师呢会说,但说小孩也不太懂啊,那就是我儿子就说啊,是个白盖,这个坏蛋 那 别的同学呢,他看了那个成龙的电影,他就觉得呢 成龙是个勾敢,是个好人啊,他就觉得我儿子问我 我说爸爸要偷了一百块钱 然后呢,买了糖,你拿回去跟你班同学吃,你和你的同学都说爸爸是个好人 但是别人会说爸爸是个小偷,是个败敢 那你说爸爸是个好人,还是个小偷 那所以对成龙这个评价呢,因为 我的孩子已经九岁了,其实还不太懂 跟他讲呢,不太容易 那更小的小孩呢,可想而知啊,就说呢 很多呢,还是会被洗脑 也啊,没有办法啊 那再比如说这个大熊猫啊 那 他在这个书上啊,登了大熊猫 中国有大熊猫啊,好像是满大街都是大熊猫啊 这个到处都经常见到大熊猫 那其实呢 大熊猫,我去动物园,我也没看过 什么济南的动物园,什么我去动物园倒也不多啊 不经常去 在济南去过,没有见到过 在什么广西的南宁,没见到过 这些省会城市是吧,那都没见到大熊猫 并不是大熊猫呢,到处都是 当然这一块呢,倒也不能全算是洗脑 你比如说在美国,人家说发达国家 给的这个一个印象呢,就是高楼林立啊 其实呢,只有纽约的麦哈顿 还有麦哈顿的周边啊,就是 这个浙西市啊,新浙西那边 然后呢,皇后区,这个长岛市 就是挨着纽约的,还有布鲁克林啊 挨着纽约,这个麦哈顿那一块 就那点地方啊,你到皇后区,到边缘了 到这个远的地方,像那个纽约五区啊,出麦哈顿之外的 纽约五区,另外的四个区,大部分地方呢,都不是高楼林立 更不要说其他地方了啊 嗯,所以这一块呢,你说他洗脑吧 又不能说是洗脑,你说不是洗脑吧 他牵一面默化的呢,改变你的一个想法 呃,改变你呢,对整个中部的认知啊 总体上呢,我认为呢,这个西方国家呢 他要教这个对中国的了解的,他有一些现成的书 不需要呢,来看这个孔子学院的书啊 大概呢,我就分析到这里啊,谢谢大家